词曲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接受看游玻璃 去古家冠名国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天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谷晓 谷晓 你觉得衡量一个颁奖盛典 它隆不隆重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就是看你的明星正面的也多大 不够不够 还要看看他到底搬出了多个奖项 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还要加一条 就是看这个颁奖典的长度够不够 我曾经做的最长的颁奖典 差不多有五六个小时 你知道那个站在舞台上 站五六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一个比喻 我本来腿还好 有点纤细 比如说是这么粗 到最后可以变成这么粗 还有点就是女主持人你知道吗 穿高跟鞋 因为你想说让自己的身材 变得更高挑更好看 穿礼服 一定要穿很高的高跟鞋 恨天高嘛 可问题是这样五个小时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就最后两腿发麻 开始抖抖抖抖抖抖 这是我跟说的那样吗 所以直接变成松萝卜 变成树干 好惨烈啊 讲起这个颁奖典的 好像我们都蛮有话要说的 没错 但是这个颁奖典当中 还是有很多亮点 接下来就来看一个颁奖典礼 华语榜中榜话题多 明星阵容大 来者都有奖 各大典礼向来是明星 拼性感斗人气的地方 若你没胸没腿没话题 那没事就别去红眼上 丢人现眼了 去了我们也懒得报道 毕竟没亮就没出几率啊 昨晚第17届 华语榜中榜在澳门举行 与前几天星光灿淡的金像奖相比 当晚的明星阵容 争口味是强大 拿下最受欢迎国际团体的Cara 各个短裙长腿青春洋溢 而曾经青春范儿小女生张绍涵 与王兴林则成功进阶熟女 王兴林更是在露BRA之余 将大红竹篮穿上身 雕心利益之余 难道就不怕在颁奖礼上 竹篮打水一场轰 两无小天后 沙亚轩与杨春林 也有气性感玩起高贵 黑纱笼罩之下的杨春林 庄重感十足 可在沙亚轩捆绑露肩 长裙映衬下 导显得蛮比她大了五岁 相比之下 另外一位镂空透视上阵的 天后才临着大方多了 露屈露腿将女傅穿出了内衣 老牌天后莫威 则深知年纪不饶人 简单大方的贴身短裙 发更能够显出 自己超越20岁的S身材 但以身为人气一年多 我们还是更盼着看你 可以大度见人呢 有如此多女星逃离正宴 容祖而带来的一席中性风 就显得格外亮眼 内地女星吕宇春 也是毫不意外的中心亮相 这样身为男儿身 却绝对堪称全场 最艳丽的罗志祥 轻贺一堪 这抹仙旅 也让人忍不住感叹 幸亏就是传旅 而不是 看完明星的风采 还是赶紧来看看 颁奖礼上的各大奖项吧 和以往的榜中榜上 遮掘了一家古大的惯例相比 这次的颁奖典礼 走起了道者有份的路数 凡是道场的歌手 都分给他们一个 或以上的奖项 除了常规的奖项 居然还弄出一个 年度最受欢迎舞者奖 红坦风采艺人 这哪跟哪儿啊 而几位去年很火的 选秀歌手 张伟 丁丁 张和轩 平安等人 也都各有奖项 不过小编想问了 这几位去年有出过新专辑吗 最来人的要手 只推出过两首单曲 从演员跨界到 歌手行列的刘涛 竟然凭着一首单曲 勇敢的爱 获得年度温暖金曲奖 一晚颁出50来个奖 并不难 难的是要想出50来个名头 还要想办法 安到道场明星身上 小编再次对榜中榜的 评审们道一声 佩服 华月榜中榜话题多 好声音风投 直逼一线明星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让众多草根 尝到了一夜成名的滋味 疯狂占领 电视网络开场不说 昨晚有无莫筹为首的 好声音学员们 更是成功攻占了 第十七届 全球华月榜中榜音乐大典 出镜风投 靠恋夜红尘的广告照 吓哭小朋友的无莫筹 这次真是吸取了教训 顶着中国娃娃头上阵 逗笑了孩子 叮了大人 宁安所工作于坚持携手 成为当之无愧的 好声音最佳一目情侣 丁丁和旁客上阵 与张赫轩 李戴墨将为本期的对手 共赴神会 这好声音亲人组 当晚只有矜持 失落奖项 无莫筹更是捧得 自家人气能量歌手 即榜中榜 金曲两个奖杯 学生拿奖 三是老师的荣幸 看好声音 再火一把的导师纳音 自在眼前来附会 可就算是导师 也不用一身黑裙 穿得像是古板女教授 直到一些好友 王菲的新歌至青春 纳音才重拾青春 为还有大叔俏皮话 好听 他唱的很好听 我很想跟他合作 看这位王小姐 心情好的时候再合作 冷藩天澳门综合报道 我不是说吗 娱乐圈很多事件 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简直跟他联系之一样 第一档起伏 那现在郭富城跟熊带领的 分手事件 结尾了 对啊 我昨天还说 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然后希望熊带领 不要去经受那种 就是失恋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事情还是真的 对 因为熊带领在今天 有做出这个末月 好像说 但是我真的觉得 熊带领你要加油 我们女生都为你加油 因为最近是坚守了那么多年 现在可能突然间失去 让人很心痛 但是你知道感情 真的是要随远的 不能强求的 我就相信 你这么优秀的女生 将来一定会碰到 你那个离寸而来 就是话说 现在四大天王 不是还有一个是 单身的吗 对不对 是啊 还可以给你带来 光明 好了 笑他 赶快来看看熊带领 对此次这个事件 做出了第一手的回应 情路难走 熊带领含泪 默认分手 这两天 关于熊带领和郭富城 分手的消息 是闹得飞飞扬扬 昨天熊带领在情变传闻后 首度亮相活动 多年来 对澄澄死心 大方默认自己已经恢复单身 承扫意识往事 只上说不可惜 但青年轻都更能轻易释怀 熊带领内心重创 自然也不是强壮笑容 能够掩饰的 苦癌青年人得不到名分 更被置心急出嫁 逼顾未随 倒置分手 对这种种传闻 一句是否感到委屈 就立刻让他语气哽咽 饮空放红 我没逼过任何人 做任何事 所以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 不想连累家人 而对天洁导致 自己情变的小三 狗敏慧 熊带领则是 完全不放在眼中 怨然人是不肯原谅 我不逼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 博下风也在 我不逼以后会有这个人 从最初被指 为钱财地位 赖上过不成 到多年一心 守城 终被外界接受 熊带领情路 并不好走 只可惜他感动了世人 却不能够感动 成长这位当事人 无尽心酸的一句话 似乎也验证了 他始终得不到名分 而绝望放手的舍法 小鞭电瓶 七年功成 功亏一篑 情路难走 徐若萱空窗太久 热人急 女心徐若萱 事业发展的 一直都还不错 但情路却颇为 不过已经38岁 他今年一开春 似乎桃花火望 先是与小他七岁的 右舍一起参加 家族庆生趴 穿出微胜脸 最近已有周刊爆出 他与猴沛曾夫妇 一起用餐 其间还有一位 穿西装的企业男 疑似姐妹桃 帮忙物色相亲对象 Vivian真的不用相亲了啦 真的是纯粹 大家吃饭 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会变成相亲 绯闻一桩见一桩 大概是Vivian空窗太久了 很多人都希望 他早日寻的真命天字 不过后悲曾就说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啦 追求徐若萱的人 多许的 我觉得我身边的姐妹 真的不太需要介绍 他们自己很有主见 知道自己喜欢 什么样子的男生 我有好的男生 我会 我会多留意一下 情路难走 老公平热事 小S力挺 台湾女性小S 不仅在主持界 言辞犀利 在生活一颗一世 丰富多彩 小S老公 薛爱君多次被目击 懒美女无儿专业店 这还不止 薛爱君跟腾背传 有遭老公家冒的悲惨境遇 不过堪称 台湾第一面火切擦 自都立刻出面 为老公澄清 为守住家庭 真可谓是包容万象 日前薛爱君 和她的好姐夫 大S老公汪小飞 一同蹈进海天盛宴 这场高端派对 现身香港代言的小S 虽然也是毫不意外地 站在老公一边 因为别人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没在管 反正我老公 只是出席一个 很正常的活动 虽然事情闹大后 小S表示自己有询问 不过薛爱君的一番甜蜜 就立刻让她防备心全无 我事后就说 怎么会这样 她就说 谁叫我是你老公 所以她就说 只要发生任何事情 大家就会说 小S老公也在里面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 没办法 看来结婚8年的小S 孕夫持家 果然也有一套呢 因为我们俩彼此 相信最重要 其他报道就没关系 那三天综合报道 不是有种说法吗 说这个外貌决定 两人会不会在一起 但是内涵能够决定 他们俩能够在一起多久 我个人就觉得 小S一定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她孕夫很有数你知道吗 每次你看 面对这种家庭 出现的这种危机也好 或是一些碰到的问题也好 她都能够很好的化解 而且呢 回到家里 变成那想想 一人很可爱的样子 你说老公怎么可能不爱她 哇 你像是给她 伸回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她情商 一定是很高的 你看她和朋友之间的相处 就非常有相处之道 那朋友之间 好像从来没有讲什么好话 原来都是在逗对方 但是往往这种东西 特别吸引大家的眼球 你就那样前两天 就是那个阿雅 去参加那个跳水 然后她就说 不是说整个人都不能去跳水吗 阿雅就说 对啊 所以说你没来 这两个人逗完就去 一来一往 对不对 然后互相挖一些小八卦 一些话题 然后反正他们俩之间 你看都有关注度了 是 所以我就应该给各位明星提提醒了 你们没事的话 就多挖一些八卦给我们嘛 是不是 好 下面就来挖挖台娱乐区 最近还有哪些八卦 可以挖挖挖一下 八卦成为挖一挖 吴奇龙一级片酬50万 去日网上一则有关 台湾人片酬的微博 被疯狂转发 内容上显示 吴奇龙在台湾拍戏 每级片酬8万人 而在内地 每级片酬则高达50万 成为台湾最会吸引男演员 战马真的有这么高吗 吴奇龙否认了这一说法 因为 那上面很多奇怪的数字 我也没有 他说我在台湾 的工作的时候 我很多年没有在台湾工作 他怎么知道我是什么的时候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就可能是大家 关注我还要去猜测的吧 八卦传闻挖一挖 和盛民炮轰于政大人 是炒作 凭这只公系列 闯荡娱乐圈 数年一直默默无闻的 何盛民 就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而这一切 还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于政 为了捧红自己工作室 第一个正式签约的艺人 于政在何盛民身上 可是花了许多精力 由于两人关系 非同一般 近日在传奇抗战剧 《同百英雄》的发布会上 记者们就赶紧向何盛民 了解起沈泰打人证的事 这可让何盛民 着实为难了一把 你知道于老师是我的老师 沈泰又是我的好朋友 你要我怎么说呢 就作为为难 所以你让我怎么回答呢 你愿意让我这么回难呢 你就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要打开 我真不知道 可能是为了 那个炒作吧 他的炒作居然亲自上演苦肉计 如果真是这样 于政也太拼了吧 作为与于政合作 最多的男演员 何盛民和于政的亲密关系 一直被外界传播 当天在活动现场 何盛民似乎有意反驳传闻 一再表明自己绝不是帅哥 其实很多导演都不觉得我帅 只是喜欢我 喜欢我的人觉得还可以 对 通常就是一般导演没有用我 然后再见到我的车 他们就说 他有这么好看吗 八卦传闻 挖一挖 寒根田亮 因跳水先骂战 在如今的娱乐圈 而演戏唱歌 恐怕都不如跳水成名快 近期同时冒出了两档明星 跳水秀栏目 不仅让素颜女神 夹紧简一炮成名 更让双方的形象大使 寒根与田亮成为重视之敌 这对私下里的好兄弟 各位其主 卖命吆喝 但他们各自的粉丝 却互相难容 心提骂战 这边骂田亮 夸大了他的训练难度 避免否寒根的连体用意 水桶腰 神才差 说到此事 寒根态度就十分谦虚 我怎么跟他比 人是冠军 是奥英冠军 对啊 我只是一个半路出家 只是去 怎么说我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我希望是能锻炼我的一个意志 能突破自己 去尝试一个新的一些领域 八卦传闻挖一挖 男友票房失利 秦兰忙捞金 昨天天兰与一线黑色 低胸小礼服 性感亮相 上海捞金 近来兰兰的曝光率颇高 商业活动也是一单一单一单 有传闻说 之所以如此忙着赚钱 都是因为男友陆川的 网着盛宴 票房惨败 其实如果拍电视剧 可能捞金捞得更厉害 大家也知道 但是因为我觉得 在于戏剧的部分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 多坚持一些 虽然拒绝了很多的 特别多金的作品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 从角色让我真正的能打动我 那其实做歌手 大家也知道 现在出唱片不是很赚钱 可能是我的一心愿吧 乐阪天综合报道 欢迎在广告之后 继续和大家播里 去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阪天 我是陈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谷小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甜蜜的事情 没错 我们都知道王权安和 张雨琪是一对夫妻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俩没有举办过婚礼哦 是的 我们今天就在网上看到 他们举办婚礼的照片 而且呢 他们是在马尔代 过秘密举行的 真的 这样还举行了两次 一个是穿中式衣服的 一个是穿西式的 中式 好过瘾 对啊 他这样可以穿两份服装嘛 就很羡慕 对 但是从那个照片当中 他们就说 可以看出他对这个 他老公的爱 他那个笑容 真的是快咧了头上去了 那肯定啊 我老公要是带我去马尔代夫 举行婚礼 我也是 咧到婚礼上去好不好 很浪漫很贴心 对没错 那这份夫妻之间的爱 是很甜蜜 下面这份夫妻的爱 我觉得是很诚心 你知道吗 因为这位老公 为了欺负这个票房 能够过亿 他都已经许出了 要罗勇的承诺 是 这份爱好贴心 妻子新片破译 陈宇凡要罗勇 由彭亦艳 白百合主演 定分手合约 自上映来票房节节高升 截止目前已经累计过益 为了昨天片方 特地举办答谢宴 回馈大家 两位男主演 彭亦艳 蒋经夫 也于夫组合 帅气亮相 而女主角白百合 因为拍戏 未能到场 不过他也派出另一半 陈宇凡 带他出席庆功会 我刚刚下伯爷 昨天去看百合的班 拍几楼蜜鼓 在拍新戏 然后他特别交代我 希望我下了飞机 如果有空的话 一定要来到现场 而且最好手里 能够拿来一个 移除打卖 为什么 他说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今天片子应该是破译了吧 对 我也好 在他上一部戏之后 我也放过狂眼 如果想再破译的话 我就要走一步 所以 小鸣点评 真爱果然无敌 这份爱好贴心 吴奇隆为粉丝少玩微博 在众多黑衣保镖的护送下 吴奇隆总停在重庆 出击某商业活动 为了防止出现 上周吴奇隆在上海 遭遇疯狂粉丝 抓衣服 抓哥哥等尴尬情况出现 现场安保措施升级 每一位安保人员 三不一哨 五不一港 坚守他的岗位 而对于上周贴身保镖 粗鲁推开疯狂粉丝的鲁莽行动 吴奇隆表示 希望粉丝和工作人员双方都冷静克制 因为我们出来工作会有很多的人很热情 有时候我会被他们抓了我之后 可能就不会放 但是因为 比如说保安人员 他们有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会 很快速的把手掰开 把人或者把人拉开 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在我能力放 我会一直告诉他们说 尽量要 不要有动手的情况 我不希望他们应该来参加我的活动 去受到伤害 对待自己的粉丝 吴奇隆确实是呵护有加 这两天他在自己微博上 写了一条鼓励中高考学生的微博 被粉丝们热情转发 为了让两个月后 临近考试的学生粉丝们认真学习 他自己这段时间也是忍痛格爱 少玩微博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 也会发现这段时间 我的微博数量会增长 因为如果我太长时间在上面 他们会一直在上面 会影响他们的客业 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说 所以我会在不同的时间 会做一些这段时间 小冰秉平 这位粉丝出奖的明星 确实不多见 这份爱好贴心 汪东成成女生最想约会对象 最近台湾有一项 由校园发起的票选活动 针对女大学生进行 最想约会的四大男性票选 大动汪东成 横甩其他九位男艺人 排行冠军榜首 得到这一殊荣 汪东成自己也觉得好开心 有这种排行榜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就还蛮谢谢大家的青睐 可能因为 难道我年龄跟大学生比较接近 所以大家就是会选我 但是蛮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乐海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区娱乐选危境环节 只要你答到问题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奖品了 先来看看我们昨天问题的正绩答案 就是林依晨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可以得到玻璃区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之外 另外还有送出的 未成亲笔签名的CD 恭喜你 今天我们的问题 就请问这个画面上的女星是谁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就赶快登陆我们乐翻天的官方微博 告诉我们 这样就有机会获得 由玻璃区提供的 精美大礼包一份 还有我手上的 王兴玲的亲笔签名CD 一张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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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